见了 欢迎来到品试界 我是每周带你们品试界的小冰 让我们一起去品试界 去体验不一样的退休生活 我们如期到达奥克兰 新西兰环岛生活由正式开始 在揭露温室 下船了 22天的 结束了 我们先来这个酒店住三天 因为酒店要两点钟才能入住 所以我们来附近这个小公园走一走 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说 我们跨洋邮轮的总开销 船票每人3600 加小费每人每天15 加所有下船参加的景点费用 加酒加WiFi 总共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9000美元 因为我们在海上穿越了赤道 丢了一天 所以我们实际在游轮上的时间是21天 21天的花费比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三个月还要多 这样的跨洋游轮游呢 一生也就这么一次了 花了那么多钱肚子饿了 还是得吃饭 这是我们人生吃的第一个肉夹磨 我们没吃过 然后在新西兰这一家西安肉夹磨店 因为我们问隔壁的那一个客人他们剪了什么 刚好坐在他们那一桌 跟他们聊天 然后老板呢 很大饭 他就让我们点一送一就送了我们一碗羊 他送了肉夹磨还送了凉皮 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们现在开始吃了 小鸡鲜南汤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然后吃了鸿鲜的那个羊肉味 这是鸿鲜的羊肉味 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来 喝在这一碗鸿鲜的热热的汤 明天还可以来 一直想吃肉酱母 没想到在新西兰吃第一个肉酱母 好吃吗 太好吃了 我们到了四十八牛肉 四十八牛肉好吃 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 2015年我们来过一次 这是天空塔 当年我们来了一次众生一跳 那一次我们也是住了一张车 玩了好多个地方 看看那时候的我们多年轻 我们这次在奥克兰只停留三天 主要是想见见老公的职儿一家 知道我们来他们也很高兴 每天都带我们去吃各种大餐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 那时他们两个孩子还很小 但是他们的懂事和有礼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看到两个孩子长大了 这次看到两个孩子长大了许多 总是书不离手 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看书 正为他们高兴有这么好的一双额鱼 我老公说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妈妈 把他们教得很好 这是一个传统的糖尿 我们也用了鸡鸡的鸡 这个是鸡鸡的 这是鸡鸡 所以是鸡鸡鸡鸡 在海的东西 为什么东西要这样挤上去 鸡鸡 这是我吃过的最特别的生鸡 日本白酒 那么大一盘 嗯 一直整鸡 我的乙绒服在过安检的时候 进气就再也没出来 粗寸的新西兰还是有点冷 我需要一件保暖的衣服 嗯 嗯 有这件 嗯 会不会它不脱 不会不会 嗯 不会 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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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还是要买老婆的 就是要买老婆的 OK 我可以 两面穿 还是要这件哦 嗯 嗯 好吧 嗯 这样呢 还有一点点小花花出来 嗯 嗯 最后呢买了两件不一样的 挺好看的这两件衣服 小伙子很会做生意啊 给了我们折扣 又说服我们又买了两样东西 总共就买了四个东西 都买了1996 贵的 所以这两件衣服 我拿了一百块的折扣 买了四件衣服 给了一百块的折扣 买了四件衣服 比延连的两件 我们多付了四十多块钱 还是挺划算的 我们还去了奥克兰美术馆 看了看 这幅画画得太好了 你看这个她的衣服的质感 还有这些头发 比照片还好 我们去拿车 我们去拿车 走路 几分钟就走到了 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美洲带领们点资界的小冰 让我们一起拥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城市 这边就是提提朗基再见 有什么大人不是金光 没有啊 好 好 去